哎呀哎呀!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來吃烤鴨 我們今天來了台南安平這裡一家非常有名的烤鴨川菜店 莫川張茶烤鴨 這間店也是我這邊台南的朋友在地推薦的 他們說他們家的烤鴨真是超棒超好吃 這間其實你如果有在看IG美食專欄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各大烏洛特都來過 這間已經在台南算是蠻有知名度的烤鴨餐廳 他們在台南已經有三家分店了 有多了不起啊 我們這次來的是安平店 剛剛一走進安平店的時候我真是嚇歪了 他們的裝潢也太漂亮了吧 每一間包廂都裝潢得美得要死耶 沒有錯 我們今天是做包廂 我們今天已經跟平常拍片不一樣了好不好 今天吃的烤鴨不是我們外面那個什麼人舞烤鴨喔 100元烤鴨不是 我們今天是來上館子的好不好 聽說他們張茶片皮鴨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我跟你講我剛在樓下我看師傅騙了三隻 騙了三隻 很厲害 他那個外送訂單啊還有我們內用的人啊 他就一直騙一直騙一直騙 你知道嗎 他烤鴨的製作方式跟我們一般的烤鴨應該有點不一樣 因為他在烤的時候我看他的烤鴨肚子裡面 都是有塞很多的不同的辛香料那種 我們今天點的套餐叫做先知鴨A套餐 你知道為什麼叫先知鴨嗎 我們一般在吃烤鴨大家是不是都聽過那個宜蘭的菁英酒店 麗塞鴨 還沒帶你去吃下去帶你去吃 櫻桃鴨 你們是不是都只有聽過櫻桃鴨 他們家的鴨呢比櫻桃鴨更膩啊 他們家的鴨叫做先知鴨好不好 這是可達鴨的進化版 剛剛還有聽說你知道這隻烤鴨送進去廚房啊 沒有三天三夜出不來耶 因為他中間要經過醃漬風乾 反正就是一大堆程序啊 那隻鴨呢沒有處理個三天三夜是出不來的 我看他的鴨肚子裡面都有塞一些類似他們獨門的配方 所以我剛剛有在研究 你知道嗎 我剛剛躲在旁邊一直在看 但我看不太出來那裡面是什麼 烤鴨啊那個外皮 你吃看看酥不酥其實非常重要 你在餐廳高級的烤鴨 他的皮一定要夠酥 他那個酥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我們在烤鴨的時候 我之前看人家在介紹他們就是說 他的烤鴨皮上面都淋高湯 還有一個很厲害的配方 什麼啊 麥芽糖水 他就會外面就會有一個讓那個皮筋骨 筋骨筋骨的 然後脆脆的 然後鴨本身他要從屁股 就是灌風進去讓他整個膨起來 然後下去去烤 皮很分離這樣子 對 像他烤完之後出來的處理 才會讓那個皮非常的酥脆 筋骨筋骨啊 閃亮亮的 我跟你講第一次你一定要先拿那個片皮 我不是直接單吃喔 你可以先單吃看看 我想要試試看他那個味道到底是什麼樣子 因為你知道我剛剛夾起那個皮啊 他那個皮你近聞 你已經聞到那個濃濃的茶香味 他那個皮我一定會喜歡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他把那個油脂 我剛剛下面親眼看到那個刀工的展現 你知道嗎 他是完全把油脂都去掉 只留下酥脆的部分 沒錯 我剛剛還翻過來看一下 欸油呢 壓油呢 好爽喔 我們今天是不是在那個玉璽父親節啊 他的皮厲害的點 不只在外皮的那一層酥脆 你咬下去呢 雖然他已經把壓油的油脂去掉了 可是你在咀嚼的時候 那個皮 邊邊的一點點油 一邊咀嚼油就會這樣拓散到你牙縫間 所以他們家啊 你不用擔心說 欸那個皮啊 你如果把油脂全部挖掉 是不是會變得很硬 然後跟那個餅乾 沒什麼鴨的風味 我跟你講不會 因為鴨肉本身 他就是一個很豐富油脂的東西 尤其他們選的先知鴨 雖然說把油已經先去掉了 但是他去掉的是多餘的油脂 他還是保留鴨皮本身 應該要有的油脂的那個香甜味在 那個油花給的剛剛好 環肥獸驗剛剛好 環肥燕獸兄弟 環肥燕獸胖的剛剛好 烤鴨乾杯 烤鴨乾杯 還有甜麵醬 甜麵醬搭著烤鴨真的好好吃喔 而且他包烤鴨的這個麵皮啊 非常Q欸 我剛剛吃下去啊 你看 他還有這種 彈彈彈的風景 主要原因是因為他上桌之前 都還保持著那個蒸氣在加溫 不會像我們買回家 有時候都涼掉 我覺得非常讚 這個烤鴨套餐呢 他還有附一個招牌乾鍋鴨架 一人一碗 這一個招牌乾鍋鴨架 哇 真的是不得了 你知道我們平常在吃烤鴨的時候 那個第二次都是怎樣 炒鴨架 我們那個南部 可能就炒一點九層塔 你們風圓 我們甚至在你們家旁邊吃那個 滴滴 因為都會炒醬 都炒醬 有一些厲害一點把它做成鹹酥鴨 但是我們這個不一樣 我們是鹹酥鴨 IMAX PRO版 好不好 它是直接做成四川乾鍋風味 你們現在沒辦法感受到 我們現在這個環境裡面有多香 它的烤鴨架 鋪滿在鍋子裡面 加上蒜、蔥、辣椒 其實我覺得它這樣很划算 它這個套餐說 可以大概三到五個人吃 而且它的鴨肉啊 你不要看它這樣子喔 你以為鐵架會柴柴的對不對 不是 它的鴨還保有非常好的嚼勁 加上外面這個酥香的味道 它的皮肉的地方啊 就是炸到這樣子 我覺得這一道超級下酒 這買回去家裡一片大的啤酒 超爽耶 而且它這一個乾鍋啊 吃完之後 還有附一個菜盤給你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有點要加高湯 會變成火鍋 就是這一壺 你等一下乾鍋吃到 你覺得 喔 開始想要轉換口味的時候 你就把這個高湯加下去 它裡面還會附鴨血跟豆腐 直接變成麻辣火鍋 非常屌 第三次麻辣火鍋 剛剛我們已經把湯加下去了 瞬間變成一鍋非常美味的麻辣火鍋 你知道剛剛那個瓦斯爐在 啵啵啵啵啵啵的時候 我人也心了 剛剛已經有吃到 開始餛飩起來了 結果那個麻辣鍋的味道上來之後 直接換一個口味 通體舒暢 又再度的喚醒你的味蕾 你知道剛剛那個豆腐啊 它現在的這個孔洞啊 已經把剛剛的麻辣鍋全 全部湯汁都吸進去了 很爽耶 一間店你同時可以吃到片皮鴨 又可以吃到麻辣火鍋 麻辣火鍋裡面還有烤鴨 你有吃過嗎 它還有肉 就是它會附一個小小的蔬菜盤 基本上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什麼該有的全部都有 它剛剛的烤鴨醬 外皮的油 已經融到麻辣鍋裡面了 現在那個香麻辣 我剛剛一咬下去那個香麻辣的味道 直接在嘴巴裡面 好雞喔 我現在好想吃喔 但是我要在後面拍攝我不能吃 我現在簡直已經泡在麻辣湯海裡面了 你知道嗎 而且它的那個鴨架啊 本來就是外皮是酥酥的對不對 現在泡完湯之後 它就那個酥中在吸滿了那個麻辣湯的味道 感覺就超好吃 就是有烤鴨肉的香 再加上麻辣鍋的香辣 那個雙重享受 你真的是 你絕對沒有體驗過的好不好 我先體驗一下 讓我體驗一下 幫我夾一塊肉 謝謝 裡面還有豆腐跟鴨蟹 這一鍋真的跟你在外面吃那種頂級的麻辣鍋 真的沒有兩樣 好好吃喔 香麻辣 剛剛是不是已經三吃了 是不是已經三吃了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第四吃 事情不是這麼簡單的結束 我跟你說 這個是烤鴨胡椒餅 它看起來黑黑的 上面撒滿了芝麻 但是內餡呢 包的是烤鴨肉的餡 你吃吃看 我真的是被它嚇死 我一開始看 這哪是胡椒餅啊 有點像是芝麻包 對啊 我還以為是流沙包呢 芝麻流沙包 因為它黑金的發亮啊 各位 但是它裡面的餡 聽說是用烤鴨餡 烤鴨的碎肉 你吃吃看 其實我吃下去的時候 我懂它胡椒餅的概念 你一邊咀嚼的時候 你就感覺到胡椒餅的原味來了 然後它這個東西 它取而代之地用的是 類似包子的麵體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講 我比較喜歡這種 我討厭那種麵粉太多 夾到搭搭一種 對 因為許先生呢 平常你問他說 要不要吃胡椒餅 他說不要 好乾喔 他們家的外皮啊 真的是鬆鬆軟軟的包子皮 裡面這個內餡完全不過鹹 它有胡椒的香味 可是 不是香外面那種調味 很重很鹹的味道 反而是那種胡椒香氣 在你嘴巴裡面圍繞而已 整體來講 它的調味我會蠻喜歡的 不會過鹹 這也蠻重要的 我喜歡 而且它還附五顆 等一下我要帶回去吃 這個不要吃太多 我們先把那個好吃的吃完 這個可以帶回去吃 這個好強喔 除了烤牙套餐之外呢 我們還加點了一個 地鍋牛 這個地鍋牛呢 是許先生強力推薦一定要點 不是我強力推薦 是它菜單上面強力推薦 因為它菜單上面標注了三顆星星 我跟你講啦 它菜單打開有三顆星的齁 不管怎樣我是一定會點的 店家這麼強力推薦 要點吧 店家自己都很有自信的東西 我們就是要好好嘗嘗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吃 這個地鍋牛呢 你們吃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因為它的外皮超級酥脆的 上面又撒上很多芝麻 所以你一邊吃的時候 那個芝麻叁叁叁叁叁叁叁 它那個外殼是會解體的 我剛剛一咬下去 它就有點碎掉 它這外皮呢 很像我們在吃的甜燒餅 但是它是把甜燒餅做的很膨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 你會這樣打滋 這個皮會直接在嘴巴裡面 嘣擠 而且它是有辣度的 它這個地鍋牛的肉阿 是用牛腩肉 加上大量的辣椒阿 青龍椒阿 還有一些辛香料 就是我們剛看到的蒜阿 蔥啊 香菜等等下去炒 整個是有一點點辣度 可是因為我平常愛吃辣的人啊 我覺得這個辣度正正好 對我來講辣度超高 但是整體來講還是蠻好吃的 沒辦法吃辣的許傑森他現在已經 噢 他已經不行了 但是我愛吃辣的人 我真的覺得超級好吃的 不行不行 真的太辣了 我要吃一下那個解辣的 所以我們就點了一個涼拌小菜 涼拌檳榔花 這個涼拌檳榔花 我真的很少見到這一道菜耶 一般檳榔花是不是都直接拿來炒 他這個會比較偏山產 你可能要去那種山產店才吃得到 但他們家的料理手法又有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甜甜酸酸的還蠻適合 剛吃完那個地鍋牛的 他這個檳榔花 口感非常的酥脆耶 因為他是一絲一絲的嘛 你吃下去的時候有點類似 筍子切成更濕的感覺 加上他這個甜甜酸酸的調味 真的超開胃的 其實他這應該是比較水的 他們的開胃小點 就是那個開胃菜 大家在吃正餐之前先開胃一下 非常適合 我覺得吃完這個檳榔花 我好像又可以吃那個烤鴨包 嗯 等一下就可以再戰一輪 我剛剛還最後加點了玉泥烤鴨包 到哪裡都逃不出玉泥的魔掌 以往我跟許先生去吃熱炒啊 傳菜啊 只要看到什麼玉泥烤鴨 玉泥鴨肉 我通通都不能點 因為他一份都超大一份的 一份可能都三四百塊 而且份量又多 我根本不可能一個人點得掉 自己也沒辦法吃得完 剛剛看到菜單上面 他們可以單點這麼小一顆的 算是芋頭人的福音啦 芋頭朋友來 千萬不要管其他不吃芋頭的人 你就自己單點這個 誰要吃誰點 點起來 他的玉泥烤鴨包啊 是用鴨肉絲裹上芋泥 再把表面炸得金黃酥脆 跟方塊一樣 所以才叫烤鴨包啦 宇宙魔方 哇你這口也太大口了吧兄弟 沒有人會跟你搶啊 你可以自己慢慢吃耶 我看他的芋頭用量應該是頗滿的 跟你說上層的部分全部都是軟綿的芋泥 下面的部分 真的是剛剛吃的烤鴨本人 鹹香鹹香的 他這一顆有點突破我以往對 芋頭鴨的一個概念了 怎麼讓我想到八寶丸 八寶丸 對 有一點那個概念 八寶丸的概念 下面是鹹香的鴨肉 上面是甜甜的芋泥 整個結合起來就是又鹹甜鹹甜的 這個超好吃耶 芋泥控 你們有來 真的要點起來很好吃 剛剛店家送上了這一盤 兩隻小龍蝦 我剛剛以為他是認出妳是澱粉小姐 然後送 然後看到我們在拍出來送 結果誤會大了 好尷尬 誤會大了 笑大了 原來是他們現在有五週年活動 這個每個人都有 不是只有我有而已啦 現在只要點任何一個套餐 反正好像是在烤鴨套餐 我剛剛看他的那個台面上寫是從8月12號到8月19號 你只要這段時間進來 點任何一個烤鴨套餐 直接送兩隻小龍蝦 剛剛店員跟我偷偷的說 如果你們是多人來吃的話 父親節來聚餐的話 你消費滿萬 他就會送個限量版的五週年紀念卡 這個紀念卡你只要到三家店 任何一家店去使用 都會打九折 他們剛好最近剛滿五週年 所以在做活動 所以大家趁這個時間來吃是最划算的 對對 我們吃完莫川烤鴨了 今天的一鴨四吃真的超級好吃的啦 你現在已經把我要講的講完了 我想要講我最喜歡的就是一鴨四吃 我直接告訴你們我最喜歡的就是 芋泥烤鴨方 芋泥控來一定要點起來好不好 大家看完我們這支影片呢 可以趁著8月12號到8月19號 他們五週年慶的時候來 優惠滿滿還送兩隻小龍蝦 非常推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